也有人說我沒有理由做公務員 公務員最厲害的 我解決了問題就不是問題 我解決不了的就不是我的問題 沒有一個高官 敢打電話來叫天文台長 扯或者不扯 是沒有的 我也知道 看回你有個花味 做台長的時候 叫黑鷹 黑鷹就是東方日報改給我的 他覺得我很欺負 我一做台長過 沒多少天就已經2003年 沙士了 我到2006年有個封 派比安的網民 每次一說起我 我一說兩句話 他們就說派比安 他們一定是這樣說的 你覺得自己的運氣是否真的差 不是 我覺得我很好運 我這輩子都很好運 為何會有大學讀 是不可能的 為何會去到英國 想都沒有這樣過 為何娶到我老婆這麼好 我試過跌下馬 要開腦 好像沒有東西 就弄了 雖然其實我自己知道有些分別 有人安慰我的 他說 林先生你是退步了 不過你以前一個打十個 現在一個打三個 我這樣安慰自己 我做天氣預測幾十年 都學會謙卑 都學會被別人打 譬如你在天文堂 是否做了三十五年 有沒有一刻想過 劈砲不開 又或者受過什麼違反 我們的公務員 可以儲三個月假期 然後做到差不多年份之後 我辭職都要三個月通知 我經常都儲三個月假期 就是準備劈砲走人 結果有一次台長找我進去他的房間 我正在想會這樣做 如果我真的這樣做 你會怎樣 那次我真的說 如果你是這樣做 我就馬上辭職 明天不快 那他後來就沒有這樣做 幸好他沒有 如果他有我便敗了 做得夠不夠好 即是你當台長的時候 我只能夠說我盡力 我盡力了 我是在很多限制之下做事 還有一些條例和規則 你以為當台長 真的隨便自己作主嗎 在那個情況 困住之下 只能夠出到這件事 這件事你都不滿意 那我就抵達了 但你有沒有一些 下了一些決定 即到現在想起 很後悔 那時候不敢下 從來沒有後悔 最重要的是我沒有騙人 即是我全部都說真話 不過愚蠢 出那個預測錯 都沒有法治 我真的沒試過 被人打到睡不著 就算我連派給安 我是回歸之後 第一個部門首長 被東方日報 頭版頭條大大隻字 叫下台的 後來我太太 那件事過了 她說 喂 林超英 為何那時候你都睡得著 我們開了很多會 找了很多行業 來檢討那個扯波制度 根據大家的意見 就改了 有些人說我猜 你把責任射到系統 真的 那個系統差點 就算當時我有先見之明 我可以提出改變的制度 譬如說 都要看大埔的風 看元朗的風 我猜那支政策局 一定不會讓我搞的 都沒有事情搞的 做什麼 通常發生了一線 才能做 對 不知道你怎麼這麼狡猾 不是狡猾 是現實 對 我覺得你的心臟負荷很大 那些人發覺我退休後的樣子 和退休前的樣子 是有些分別的 不過身體其實是 大感覺到一定的壓力 只不過 就是我用自己的方法 令他好像舒服一點 那樣子 你用什麼方法 我喜歡看鳥 我這些嗜好 令我對生死 又比較放寬一點 死都不怕了 還怕你罵 很多時候 我又跟DN說 要做到天文台台長 都要有些靈性準備 我?自然就是我的宗教 我看完鳥之後 我想通了很多事情 都說香港丹不成風 是因為理事力強 笑話 我們天文台扯球 就真的 看數據 看預測 即是我做了三十幾年 我知道的範圍裡面 沒有一個高官 夠膽打電話來 叫天文台長 扯或者不扯什麼球 是沒有的 尤其是我任內 每個人都知道我傻傻的 如果他打電話來 我隨時明天供出去 生了我記得 很厲害 然後我記得第二天 其實可能在市面上的交通 其實都沒有和分正常 但是已經下了波 那時候 也有很多民怨 我們是天文台 說氣象 說數據 喂 我們看了一些 在天上的東西 還有一些雨點 在碰地之前 都是我們的 一碰到地 就是渠無處 香港的分工分得很小 我看著我的雷達 我怎麼知道條路實 我知道我也不能說 所以我們沒有權 在沒有風的時候 扯過八號波 總之 但你不可以 因為有日假 沒有日假 就鬧天文台 因為波本身 沒有任何功效 你怎樣應對 才是決定性 一定要靠這些 軟性的安排 去減少災害 不過都有一些 我今天都看到一個報告說 接下來 風 即颱風 應該會越來越激 以前我們見到 颱風近來 例如我們南中國海 近岸 因為它沉沉沉沉 有些風 刮到陸地 那不是應該減弱嗎 但現在有時候 我們多了見到 風走過來 還會加強 因為我們賣 便宜海水很暖 結果以前應該減弱 現在也不減弱 所以大家 哎 買屋嗎 我鼓勵你買少一點玻璃 即是沒有買那麼多新檔 哈哈 其實現在那些 廉珠屋的結構 就最好 窗戶不要太大 那些起樓 那些地產聲 哄我們 落地玻璃有型 其實它起的成本低 那座樓起得快 然後再給多幾呎 實用面積 你就賣貴一點 其實對於我們普通市民 那塊玻璃大 第一 打風是容易打破 二 就是熱到你瘋 我入天文台的時候 連三天預測都沒有 我們自己內部有寫 不過是沒有外出的 三天怎麼想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想 我們自從進入九零年代之後 那些又多了人造衛星在天上 看下來 很厲害 九日天的預測 我發覺都可以 都可以 但香港天文台經常說不準 香港市民 由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到現在 都是說天文台出發成準 有那麼高嗎 我以為是多一點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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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刺激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覺得有多少成 其實我現在覺得 如果說明天的天氣 我想九成以上準 很想做個街坊 一起問問問有多少 好嗎 好嗎 寒冷天氣警告 好熱天氣警告都是我分明的 因為九六年的農曆年 天氣很冷 但很明顯死多了很多人 那時候我的伙計都說 林先生發出警告 有什麼用 沒有法律效應 結果 後來真的很有趣 我們沒有一個氣象法 但結果我們做了一些事 我們要推倒其他部門做事 民政署又要開個避寒中心 那些區議員就拿著大聲工作 天文台發了 唐冷天氣警報 大家小心親自 你看看 我們發動到一些地區的力量 一種關股 它發揮作用 都有人說我 都沒有理由做公務員 公務員最厲害的 我解決到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我解決不到的就不是我的問題 但你這個性格 為何可以在高官的官場裡 生存到我 都有一些疑問 很勤力 我解決問題 就算最不喜歡我的那個 他都覺得我有用 以前我的上級大官 都覺得我聖聖地 反而沒什麼騷擾我 經常覺得 有些人以為自己很威風 但怎麼知道 一退休離開的位置 為何沒有人跟著我走 一退休的時候 發覺 為何我現在走自己 他就很不舒服 我說不是 我從來去開會 沒有東西 我都不帶多個科技 因為我很清楚 我就是我的位置 就是那個位置 我那一代的公務員 例如是首長級 我們個個都挺勤力的 但我們退休之後 那個世界是怎樣 我並不敢平衡 見到你退休之後 還比較活躍一點 就是可能你都發表了很多 譬如反民日大禮 反興建第三條跑道 我退休之前 我不能說這些事情 就是我有一個崗位 我要做天文台的事情 退休之後 因為我本身是 是看著看幾十年 所以我很緊張自然生態 我很緊張交易公園 其實我退休的時候 有些記者問我 你將來會不會想 開示威 我說不會開示威 不會 不過除了一樣 如果有人開交易公園 我就會 我比較知道政府怎樣運作 我就按照這個程序去說 我又不是作反 我都不怕說 我真的很喜歡香港 我不想香港變壞 譬如說結果 他們走去打爛了某個交易公園 我又不會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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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坷 我以前沉默寡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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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想做的事嗎 我過去十多年花了很多戲 來搞鄉村復興 其中一條村 荔枝窩村 都搞得不錯 我現在喜歡花草樹木 我每天都花在Facebook上 我很快樂地做事 總之就是 一件事在一起做 一下就糟糕了 我們這些人是喜歡做事的 有些網民問 林超英會不會出來做一些代言人 或者賺錢 有些公書來找我做一些事 我全部都拒絕 我是跟所有商業活動絕緣 不做這些事 我只會做好事 做沒有錢收的事 我才會做 一收錢就綁住 收錢多爽快 現在香港 每個人都說香港在下跌 那你自己又怎樣看 但現在這個世界 有很多新事發生 以前說什麼72行 現在我估計一萬行 現在很多人叫你上班 你都不肯上班 是嗎 就是說我的世界用另一種方法 去運作 這個超出了我的知識範圍 馬雲說句句話很有趣 你賺到錢 當然是你做了一些事 對世界有益 錢不會無意無辜跌落你 其實香港人 所謂上流社或權貴 是不習慣想長遠的事 個個都是想 快快去賺錢 所以有段時間 他們說低貨就低貨 高貨就低貨 你聽過沒有 連新加坡都說自己有個百分比 要自給自足 是香港 不知為何不懂得想香港要有農業 香港是很多東西很落後的 因為我們那種 因為我們是個行政體系 沒有人去想長遠大局的事 這是我們暫時整個體系的缺憾 明日大雨 其實基本上這些項目 在世界上大部份是失敗的 甚至他們經常說的韓國的重島 本質上都是變成了一個地產項目 然後現在我們知道珠江三角洲 別人是想留香港加入 但你沒理由離開珠江三角洲 最遠的海裡建一個島 你說跟別人融合 你馬上想也沒理由 當然是在近一點 在元朗做此一點 未來的十年八載 這個世界有很多變動 所以大家都要開放思維 想定如何應付 所以夏定決心死在香港 香港對我不錯 我沒有人家的快很大 但我的生活也不錯 我對香港 我欠香港很多 所以 我也能夠做到 對香港好的事 我只能做 好 今天多謝台長過來 我們希望有機會再見 好 我都很開心 好 拜拜 拜拜 台長走過來我們辦公室 真的見到他很熱 因為他背部全都濕了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說 我們要求你 我們要求複製